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 也是第一位有妙号以及世号的皇帝 他就是汉高祖刘邦 正式称谓是汉太祖高皇帝 大家好,我是爽辽君 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下刘邦的一生 刘邦的出生年份目前尚存争议 有人认为其生于公元前256年 也有人认为其出生于公元前247年 次届,金江苏徐州封县人 少年时将信林君当成偶像 可惜刘邦尚未成年 信林君便一日而终 故而刘邦登上地位后 只要途经大梁 多半会祭祀信林君 公元前210年10月 刘邦押借犯人去离山 途中有不少人逃脱 因为当时让犯人逃脱是死罪 所以刘邦所幸放走所有人 本人也就此逃亡 传说逃亡途中 遇到一条大白蛇挡路 刘邦一怒之下就提见把蛇斩杀了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老夫人酷着说道 我儿是白帝之子 化成白蛇躺在路上 却被赤帝之子杀死了 肥急消失 由于秦始皇的先祖秦湘公说 自己是白帝的后裔 所以众人都认为 刘邦被赋予取代秦朝的天命 是为斩蛇起义 一年后 恰逢陈胜 吴广在大泽乡起兵反秦 许多郡县的尸身杀死郡守响应 此时刘邦被萧和 曹参 樊快等人拥立 从沛县起兵反秦 人称沛公 项羽和刘邦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为王 最终刘邦在公元前207年8月 率先攻破五关 秦王子应口祥 刘邦进入咸阳后 与咸阳百姓约法三章 将秦朝科法全部废除 此举深得名义 百姓都希望刘邦将来成为秦王 之后项羽来到咸阳 欲杀刘邦 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刘邦的属下张良是好友 于是张良去找项伯求情 因此发生了红梅宴 因项羽未听从亚父范增的计策 使得刘邦逃过一劫 有名的俗艳向庄武剑 意在佩宫即出于此 项羽在咸阳 处死子英 劫掠财宝 焚烧宫宫殿 改立刘邦为汉王 同时立处后怀王为天子 号称处一帝 但不久之后 却命令秦部刺杀了异地 项羽杀死异地 加上纷纷无法服众 诸侯纷纷起兵叹变 刘邦趁项羽出外平乱 暗渡陈仓 出兵关中 一度攻占项羽的根据地鹏城 经过楚汉之间长期的拉锯战 在众多汉军文臣武将的协助下 刘邦所率领的汉军逐渐作大 楚汉两国协议以鸿沟为界 鸿沟以西为汉 以东为楚 互不侵犯 但当项羽遵守洛言退兵 并放回被扣为人质的 刘邦的父亲刘太公 妻子屡之之后 刘邦发动偷袭 双方在城下展开一次主力大战 项羽大败后逃到该下 公元前2002年12月 楚军在该下之战中被汉军打败 刘邦用四面楚歌之计 瓦解楚军军心 最后项羽走投无路 自觉无言见江东复老 只好自吻于乌江边 当年刘邦及皇帝位 定都洛阳 不久迁至长安 并过浩为汉 实称西汉 刘邦称帝是以过半百 身体多病 容易疑心 尤其是位居实力强大的异性王们 各种消贩政策 使得诸侯各自造反 燕王赃徒最先起兵 兵败之后被杀 韩信先是由齐王改封为楚王 之后刘邦假装出寻楚国将他劫持 贬为淮英侯刘居京城 不让他到外地任职 公元前196年 陈希在戴国造反 刘邦亲征 这时有人告发韩信 想要袭击皇后与太子响应陈希 于是吕后采纳萧和的计策 杀掉韩信 一旗三族 梁王彭月被吕后诬陷谋逆 被处死后尸体剁成肉酱 韩王信 燕王卢丸等叛逃匈奴 后韩王信战败被杀 淮南王一部造反 声势甚猛 刘邦暴病 御驾亲征 与曹参会师 家机消灭了英部 只有长沙国因为国家太小 才勉强得以保存 直到汉惠帝时 才因为绝后而国处 高帝12年公元前195年 刘邦杀白马为盟 规定以后不许再利益姓诸侯王 定下誓约 非流氏而郎者 天下共机之 这就是历史上的白马之盟 刘邦讨伐英部前就已得病 治后和英部交战时 又为流氏所伤 回京师后病况危急 旅后请了良医为他医治 刘邦询问病情 医生说可以治好 刘邦听了不但不高兴 还斥责医生说 我不过是一个不医 手提三尺之剑 取得天下 这难道不是天命吗 人的命运是上天预定的 就算是扁鹊就能把我医好吗 刘邦不愿意继续治疗 赐给医师五十金黄金 令医师离去 最终于公元前195年驾崩 在位七年 死后妙号太祖 是号高皇帝